先介绍这位老师,他叫做谢清顺,他在我们那时候儿童梅雨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梅雨老师都会去每一年都会去参加一个像是老师们的大拜拜, 那在那个大拜拜里面有很多的书商演讲都会在那里,然后一年举办三天的时间,我那时候还不是很认识谢清顺老师,可是我那一年就想要去听他的演讲,那个演讲排到外面应该有30公尺,那里面的人甚至就出来说,你们不要再进去了, 再进去就要堆叠起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知道,这个老师这么的受欢迎,那我后来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健康状态已经不是很好,所以整个人看起来这个皮肤整个, 他不是天然的这种晒黑的,而是他可能是内脏,也许是肝已经受损了,那尤其那一天,我是陪他最后一天,参加这个,他的私讯,他跟我讲啊,他就是, 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他的私讯,可是他那时候已经,可能也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打算就是要退退了,所以他把自己的事业分成三份,高雄南部是一份,中部是一份, 然后北部是一份,他就是打算把他北部的工作全部都是交给我,交给我,然后包含他的演讲, 很包含他的一些的书的一些什么事情之类的, 那我那天,跟他参加完这个的讲座之后,我们甚至还一起坐计程车到台北去, 然后也在这个讲座字上面去协助他,而是坐在最前面的这个地方, 那很不幸的这是他最后一场讲座,最后一场讲座,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有播放他的广播, 他广播他是中广的一个主持人,所以是真正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 他比我现在这个年纪在年轻的时候就往生了,可能年轻个一两岁左右吧, 我真的不太记得他是几岁往生了,但我知道他比我稍微年轻一点点的时候往生, 就是这个年纪了,老师可以想象这个年纪大概是几岁, 他那时候往生的时候已经写了51本的书, 所以这个老师又会教书,然后会训练老师, 那又是广播的,他那时候被号称广播情人, 他单身一直都没有结婚,那又写书, 写了51本,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他叫做谢清顺, 所以在他往生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一篇写下来, 所以参加2009年6月7日, 谢清顺老师最后一场的发音演习营, 心中充满遗憾,也有一股相见和玩的情感交叉, 复杂,上课时很认真,自认很认真, 就是那个时候讲座,猛操笔记,狂回答问题, 拿奖品,以及挥杆,因为昨天晚上过于兴奋睡不好而带来的瞌睡虫, 因为要参加演习,我会觉得很开心这样, 首先天冰加上天降的降临, 通通赶走,refresh, 所以这天冰是Coffee, 天降就是T, refresh就是Wang, 重新就觉得很舒爽感觉, 谢老师除了肚子很大, 也装了许多墨水, 上课时只见他纹丝全用, 如果没有三两三, 还真的跟不上他的涌箭矫程呢, 相较之下, 五至六个小时的延期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后继每节中场休息时有机会可以贴近谢老师, 才真发现谢老师平易近人, 更加体会珍惜他在台上专业的表现, 谢谢谢老师, 也祝您导游之路一帆风顺, 因为他最后考上了导游, 然后他之所以要隐退, 他想去当导游, 导游当不成, 我那天跟他从台北回到中立, 我那时候住中立, 然后他, 说去帮我买可乐, 不是叫我去买可乐, 叫他的子女去买可乐, 他子女好像真的, 这个叔叔很常喝可乐, 一次买回来两千cc, 所以我想说, 哇, 这个师父太厉害了, 我也很爱喝可乐啊, 结果不是, 可乐一打开来直接对着嘴喝,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间接造成他身体很不好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得青山寨, 所以能够让自己活得更久一点, 健康更久一点点, 对这个社会可能会贡献更多, 这个谢清顺老师真的影响我很大, 那时候真的, 他带给我很大的自信, 然后我也一直很自豪, 他有把这份的工作要交给我, 虽然最后无疾而终, 但是我觉得默默之中这里都是带来很大的, 一个满满的一个的被肯定的信任的祝福, 好, 那在第二位老师, 他也很特别, 所以我刚刚在这个开始上课之前, 我也跟同学们在分享, 我说有时候我们眼前有很多的一些好的事情, 那大部分都觉得说, 这个是我应得的, 这是我努力, 你看我这么努力, 我就应得的, 然后我发现到, 我这里一两年, 我发现到这不是你应得的, 不是你去创造, 是那个因缘具足, 机会到, 所以你会看到, 就像我今年50岁了, 所以我去年开始是博士一年级生, 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在读博士, 我们也没想过, 老师过去读高中的时候, 是有一段很荒唐的历史, 但是从实课本, 研究所这样到读博士班, 我觉得我的气质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可能会比较像是回到国中, 这种比较单纯的时候的感觉, 这位老师叫徐宁利老师, 他是我们国中, 第一把的交椅, 教最好班的, 那时候老师教补习班是合法的, 所以我那时候补习班是给他带, 可是到国一的时候, 他有机会分人家班级哦, 我没有被分到他们班,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遗憾, 后来他有一次看到我, 那句话我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得, 这个老师是一种, 在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个, 我觉得真的, 就是望之也言, 急之也温, 就是你看他你觉得, 哇好严格哦, 但是这个老师, 他是非常nice的, 你靠近他的时候, 听他讲话, 他是非常nice, 那他非常严格, 他对学生这种严格, 那这种严格在年轻的时候, 把很多学生都逼到快疯掉了, 大家都会比较怕他, 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被安排到他班级, 我们那时候我是被放到放流班, 我们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靠关系比较多, 我们家没有那个背景, 所以被戳到放流班去, 他有一天看到我在那边扫地, 他说了这一句话, 他说, 郭志宏, 好好努力哦, 老师以后帮你安排到好班, 他讲话的气质, 态度就是这样, 我很感动, 我说好, 谢谢老师, 后来二年级被分到好班, 三年级被分到特优班, 但是这一路都是我自己努力过来的, 成绩有, 然后徐老师对我的照顾也有, 然后一直到了二十年之后, 民国一百零六年, 那一年一百零五年的十月三十一号, 然后我在我们班导师的上里看到徐老师, 徐老师远远的就看到我, 然后就过去, 我有点怕他, 我不太敢过去跟他打招呼, 但是看到了没办法, 闪不掉了, 然后就过去说, 徐老师你好, 我是, 我可能那时候有讲完, 郭志宏还是没有, 但是他很快就打断我, 我远远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是谁啦, 来郭志宏, 明年五月一号来打拳, 然后讲没几句话就要去打拳, 我说, 哦, 就不好意思说不, 就踏上了打拳之路, 然后四月三十号, 就是五月一号的前一天, 我还打电话到老师家, 老师一听到我, 叫我出自己的名字, 他说明天要来打拳, 我想说我本来还可以闪, 闪不掉, 徐老师在打拳, 他是太极拳的总教练, 你看哦, 一个人做事, 如果他真的成功, 他在哪里都是成功的, 他在国中是第一把的英语老师, 第一把教育的英文老师, 他在太极拳是当总教练, 而且真的很认真, 他后来往生了, 前年11月某某号, 我不太记得, 我还要去参加上礼, 那他生前的时候说一句话, 我一直都印象, 这也是我一直在跟你们的提名面, 就是受他影响, 他说要每天打拳, 所以你看, 我常常跟你们讲要每天接触英文, 但是我以前没那么听话, 我是到老师往生之后, 那时候我才开始每天打拳, 几乎每天打, 从老师前年到现在, 我大概真的有没打, 可能五根手指头数了出来, 就是忘记或者真的太累了, 或什么样子的, 那真的就是每天打拳, 然后现在每天打拳, 打完拳之后就会向天去遥想老师, 然后也谢谢老师祝福, 然后无形之中其实都感受得到, 老师就在我的身边, 所以徐老师真的是很棒的一位老师, 他还是英文老师, 那最后一位老师, 是我现在的老师, 这位陈德怀老师, 就是中央大学我的论文指导教授, 那他是我的贵人, 这个老师很先哦, 我其实在准备博士班的时候, 我有录取交通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的备试, 备试其实就是录取了, 虽然已经备到试了, 那但是我没有进去啦, 因为贝斯真的就很难了, 后来看到中央大学, 他们中央大学是晚了半年才招生, 然后看到中央大学, 他一些的学程, 网路学习科技研究所的一些学程, 我觉得很棒耶, 这都是我要的好活泼哦, 大部分都是陈教授, 他是创办这个网学所的教授, 也是最资深的, 那后来进入到这个学校之后, 那一天就要去先找这个指导论文教授, 你要去看看你要找谁来帮助你写你的论文, 我二号不是我当然找他, 所以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跟我讲, 郭子宏你知道吗, 你面试的时候, 有老师说你不太像博士生, 他本来不想录取你的, 然后我说怎么行,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是他保我的,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去找他之前, 我心里就笃定了, 如果这个老师不说我当博士生, 我也不读了, 我无所谓, 这个博士生虽然求之不义, 但是我随人敬奋, 他曾经问过, 你很想读博士吧, 我们后来大家比较熟他问我, 我说没有啊, 老师, 我真的读不来我就不读了, 随便很敬奋, 他老人家就笑一笑这样, 七十几岁老人家, 但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好, 所以最后还是要跟同仁去分享, 本来今天想说找机会, 还是要请你们,